李燕与她同由巴黎岛造拍,女方坚称只是小雨没想到她直接认了。粉丝惊呼,两人好配。 戏架行真!李燕终于和她在一起了!图片来源,合成自李小燕正面思考团脸书。 36岁女星李燕参演过多部本土剧,仗像甜美深受粉丝欢迎,是三粒当家花旦。 处于感情空窗三年的李燕,近日终于穿出新恋情了。 原来李燕被人拍到与同聚男星赵俊亚一起同游印尼巴黎岛,不过,可能为了保护这段刚萌芽的恋情,她坚持只是小雨。 男方却暧昧回应,其实李燕和身边这位神秘男生,早已被人看出有端倪了。 根据苹果新闻的报道,在三粒八点当一家人,李燕和赵俊亚虽然有感情纠葛,但最终无人在一起。 不过,在戏外观众粉丝还蛮期待两人真的成为一对情侣。 一家人杀情酒中几乎所有演员几乎都有出席,而当李燕被记者逼问感情方面打算时,李燕笑着回答说感情可遇不可求,但也不抗拒这件事。 对于李燕必重就轻的回答,记者继续追问,终于李燕坦诚说目前有新一对象。 记者继续问是否圈内对象,是否是一家人中的演员。 李燕最终羞红着脸说,我不会说谎了。不要再问我了。我无法回答。 然后落荒而逃。 时隔三个月,李燕双双被排到在巴黎岛同戴帽,穿牛仔短裤,根本就是情侣装吧。 李燕还自然地用手搭上男方的肩膀,两人看上去就像在热恋中。 亲密照报出后,李燕还是死口不认,只是巧语。 但有网友在网上留言说,当天就有看到女方勾男生的手了,还拍到多张李燕仅靠男生的照片。 看来是证据缺早,无法抵赖了。 而赵俊亚则做了暧昧回应,人家说巧语,我怎么可能会推翻。 她过后还是大方承认自己在追李燕,还向女方喊话,希望能够不只是朋友。 两人恋情传出之后,粉丝们纷纷送上祝福,两人好配。 南北婚女单身,加上粉丝的支持,这是装好事。